好 主播 今天是2023年的1月1号 那国民党这边呢 照常在党中央进行升级典礼 那今天我们马英九跟党主席朱伊伦 一早8点都来到党中央 这边来唱国歌跟升级 不过随着这个2024的总大选 毕竟外界很关注蓝营的人选 像是战斗兰 赵孝康 昨天就在脸书发文说 现在侯友谊的民调非常高 所以没什么落不落跑的问题 只要他表达会争取参选的这个意愿 那国民党主席想党也党不住 至于郭台铭如果想选也可以 那就请朱主席再启动一次同舟计划 让他回党 不过被问到这个问题 朱立伦是没有回答到侯友这个部分 只针对郭台铭回党来回答 我们现在怎么说 国民党永远大门是敞开的 欢迎每一位好朋友 今天他即使不是国民党员 都能够欢迎大家来支持国民党 我已经讲过了 不管今天是蓝色的 白色的 或其他各个颜色的 最后能够团结支持国民党 我们必须要靠各界大家 所有的力量一起来 所以如果大家愿意加入国民党 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的欢迎 那可以听到呢 朱立伦指出啊 这个国民党开大门 那任何人想回来 他都很欢迎 不过现在随着二人二次大雄逼近 现在也传出了 是不是有意要让郭台铭回党 来营造出郭侯佩 那今天朱立伦被问到这个问题 只说我们会推出最强的候选人 那现在呢 就是先全力的专注在补选 今天是一百一十二年 一月一号的元旦 而在新北市的市民广场 在早上呢 也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升旗典礼 而新北市长侯友宜呢 他在稍早致辞的时候 整个致辞的内容 也从国家治理的高度来做出发 而其实在二零二四的总统大选 侯友宜一直是国民党认为呢 是相当呼声相当高的一个人选 而中共董事长赵绍康 昨天也在脸书颇文说 因为侯友宜的民调 现在是碾压了所有人 所以呢 他认为侯友宜可以早早的表态 要参选 登记初选来争取国民党的提名 他相信呢 就算国民党主席 想要党也党不住 而对此呢 侯友宜在稍早有了最新的回应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面对我们未来的一个环境 我相信每一个人 要心在我们的国家 心在我们的人民 只要如何能够为人民做更多事 让这一概土地的发展的国家 能够更强大 这才是我们所愿 所以其实选举都是一时的 我们一定要不分迷我 不分党派 更不要分颜色跟足球 大家携手 这样一个携手 就要放下所有的个我 我们只要团结 对内好好的邻居 我们才有办法一起面对 轨捷的国际情势 台湾 中华民国才会更好 皇后听到呢 针对赵少康的提议呢 侯友宜是没有正面的回应 但是他也强调了 他说选举是一时的 大家应该要不分 你我团结对内 这样子呢 国家才会更强大 中华民国才会更好 和党 优优独播剧场合 优优独播剧场合